在观众眼里 郭德纲始终都是站在舞台上 活蹦乱跳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小黑胖子 但是自从2020年 烧饼参加欢乐喜剧人 讲述郭德纲唱大实话的样子后 许多人都发现 郭德纲不再是以前那个 可以在舞台上上蹿下跳的 那个郭德纲了 郭德纲真的变老了 看着不禁让人心疼 3月11日 郭德纲空降三清源 并与陶阳一起返场 观众们看到郭德纲都在下面起喊 来着了 不得不说郭德纲是真的喜爱京剧 排练话剧《窝头会馆》 已经累得不行了 还想着能早点赶过来 能上台唱上一段 结果一到剧场 演员们已经上台了 虽然没有赶上证据 但在返场的时候 还是给观众唱上了一段 但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G九霄的视频中 陶阳请郭德纲上台 从后台的视角看郭德纲 就好像看到了烧饼的视角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排练话剧太累了 郭德纲的背已经弯了下去 也难怪烧饼和孟赫棠会在舞台上哭红了眼 在返场中 郭德纲也是特意透露了德云社接下来的安排 首先的话就是《窝头会馆》的专场 自从过完年 郭德纲、于谦和张国立老师 一直都在忙碌着话剧的排练 从早到晚 就连郭德纲都暗暗叫苦 表示自从05年之后 就没有这么累过 而话剧专场演出完毕后 德云社的京剧专场 相声专场 鼓曲专场 也将会一一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不得不说 2022年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年 德云三小和话剧专场 都已经安排上了 再加上京剧和鼓曲专场 不知道能否超越2019年 还记得2019年 可以说是德云社专场最火爆的一年 德云社专场多的都开始撞车了 不知道今年能否超越 但是今年不知道是怎么了 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们自己的商演和自己的商演 撞着 比如说今年的8月10号 8月10号我在北京和鼓 有一个专场 然后我师傅在北斩剧场 有一个专场 完了之后 直到8月17号 我在成都有一个专场 过去人在成都 也有一个专场 所以说我可能感觉 都已经快点看我了 当然不论专场多少 还是希望郭老师 能够多多注意身体 如今话剧已经进入排练的尾声 在排练的过程中 大家也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 像走到哪儿 吃到哪儿的上酒西 接受女神节送花的月云棚 还有就是跟郭德纲 有对手系的杨九郎 留着小胡子的样子 更加让人期待 你们期待吗